我今天要講的問問Section呢 就是我要 那個 就是我要講一個套件 然後它叫做 那個它叫做 R-Pod 就是R裡面一個專門做分類的套件 然後它主要的功能是做 一種叫CRT的方法 就是你看 Classification and Recreation Tree 那在R裡面 它的套件名稱叫做 R-Pod 所以如果你們要使用它的話 你們可以引用Library 然後打入R-Pod 這個指令 然後它就會出來 那因為就是看起來有點小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在裡面 就是 你打入R-Pod的指令之後呢 它就會出來 那如同就是 我們之前講過啊 如果你不知道一個東西怎麼用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Example 或是用問號 所以首先我們就來看一下問號 就是說它是什麼東西 那它是做CRT的工具 然後呢 它當然FollowR就是標準的 可視就是 這邊你填一個formule 然後一個data這樣子 然後 那就可以train train出來就是tree這樣子 然後呢 那 當然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用Example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些例子 然後它就會跑一些例子給你看 就是 它基本上分出來是這樣子的 那分出來是這樣子的時候 那它跑的例子是什麼呢 就來看一下 就是它跑的是 就是有一組data set 然後它裡面有 就是 它不要說的 在這裡 它跑一個叫做 Kibosys的data set 那我們可以 可以運用就是 像 ViewData 這個指定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個data set 所以它就長什麼樣子 那它大概有四個欄位 那第一個欄位是 class 就是它的分類的class 這樣子 然後有Example跟Example 然後它要根據它的 EdgeNumber跟Star 去做它的分類這樣子 然後 那這個是 是Apart的一個應用 那當然就是它 它建出來的model 我們當然會好奇說 欸 model長什麼樣子 那Beat出來就是 Beat它 它Beat出來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那它裡面有兩個主要的指定 一個叫做 plot 就是 就是你對你建出來的model 做plot 欸 做plot 的話 它就會畫出 一支 那個 tree這樣子 然後呢 你如果對它 做text的話 就是 它就會把它的 就是 那些 切割在哪些點 就會畫出來 就說 欸如果Star大於8.5的話 那它就會分到這一類 那如果Star小於8.5的話 它會分到哪一類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那當然就是說 就是我的work 然後那個 它 呃 因為 因為我沒有準備 所以我就做筆一下 就行 然後呢 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畫就是說 比方說 呃 我現在這邊 我是用rpard來建一個model 然後 它可能有一個model 那我可能說 我想要再圖形 圖形上畫它 就是它只有兩個維度 我這邊用的是一組 叫做case的data 這樣子 那它如果只有兩個維度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畫圖這樣子 它可能是 某一個 data say才會有 data這樣子 然後就是 嗯 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 我這邊 就是只有兩個 維度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 去畫圖這樣子 就是 怎麼去維度上 把這些線畫出來這樣子 那在我的bug上面 也有就是相關指定方式 就是 呃 就是你可能需要去把它的那些 類別萃取出來 然後你才有辦法去畫圖 那我這邊用的是 cate這組data 那它是在mess這個資料櫃 mess這個套件底下 所以 要先引入mess 這個bary 然後你才會有cate 就是cate 可以用 然後 那原則上 就是 就是 我今天 大概就是講一下這個 就是 那cate就是 它是男生或女生 然後它可以 那個兩個 參數 然後讓你去預測 這隻貓到底是 男的還是女的 那 那當然就是 我們一樣可以用 就是 這樣子的方式 去建 它的模型 這樣子 然後建完模型之後呢 就是 就是 一樣可以把它畫出來 就是 然後這邊就會有 那個配置的分類圖 那 那它有 有幾個參數 可以去控制說 就是它的 那個 你的圖要畫得怎麼細 這樣子 因為這樣畫出來還是會有一些錯誤的點 這樣子 對 然後 那 它有一些參數 有wait 有meter 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那些去你的切割 然後 主要有幾個參數 一個是 mean script 就是說 你每個node最少要幾個data 它才會切開 就是 我如果設有五個的話 就是說 它只要有 其中有一邊少於五個data 這個script 就會更開 這樣子 那 那另外一個是cp 就是 你要的精準度 這樣子 對 那 以這個例子為例呢 就是說 我如果用最最基本的做法 然後 它端出來是這一個數 你剛看過 那如果我把 mean script弄成1 然後cp弄成1 10的-3-4 它就會變成這一個數 對 然後就是 就是它會切得很細 那 那在圖上來看的話 原本切割會切成這樣子 就是 這邊是綠色 你看有些紅色是其中 然後 後面切割就切成這樣子 對 那 那當然就會有一點over-fitting 那 apark是 R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 呃 模型 因為 無論是random forest 或是 ada boost ada bag 就是ada 和ada bag 和random forest 都是應用這個模型 所以就是 就是 你在使用那些模型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下 就是 這些tree的 這些contract 就是 你可以下 mean script 是多少 然後你的random forest 或是ada boost 裡面的tree 它就會有很多限制這樣子 對 那 以上是今天的那個 Wallmark section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